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老婆 我把公司卖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钱没了可以再赚 公司没了可以再开啊 可是钱没了公司就没了 你的梦想就都没了呀 你坚持了这么久 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就说 你要用你的技术去改变这个世界 你的梦想是改变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的生活 你为了我放下一切回国 好不容易重新开始创业 有了今天的成绩 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 你要再一次为了我放弃 你所有的一切吗 不不不 你这个话不同意 我什么都没有放弃 我想得非常清楚 我做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我要你做出属于我们国家 自己的原创样 我要你用最好的药 救最多的人 这是我的梦想 这是以后 我跟你一起努力的梦想 梦想的价值 是需要实现梦想的人去体现的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谢谢你 你为我做的一切 你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里 我会陪着你 还有小笑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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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爸 你快过来坐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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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晴啊 来 喝汤 喝汤 妈 我们已经决定了 打今儿起 不再喝这汤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喝汤了 因为 因为晓晴 玩上了 你要当奶奶了 真的呀 太好了 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凑着呢 你干什么去啊 满满了 爸 没事吧 没事 他呀是给你买吃的去了 该把你爸给给了 清廉的时候 尽量不要出错啊 还有最重要的 所有的电脑的备份 这个很关键 晓晓 居然是真的吗 迦森 你先去往后边看看 你怎么会过来的 你怎么会过来的 我刚听到了你的事 所以我赶紧过来了 没想到你真的会回来 杰森 我这次跟之前 从怀特公司走不一样 我承认那次是会溜溜走的 但是这次 我是要转入到一个新的行业 我是要跟晓晴胜力会合的 懂吗 我的天啊 杰 杰杰杰 你怎么让我说呢 你居然要离开这个互联网 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 为了转到一个 很冷清的行业 你能多久以后才能挣钱 五年还是十年 钱从来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我那么爱钱的话 我当初就不会回国了 而且我们的赌约 原本你已经要赢了 我输了 我认输 愿赌服输 但是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情 一定会办到 这样你真的是为了晓晴 什么都愿意做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一句真心话 我一直对你不服气 我总想 如果是我先又上了晓晴 她今天会跟我在一起 可现在 我服了 作为一个商人 你真是糟透了 可是作为一个男人 你真是棒极了 我现在可以提晓晴高兴了 她选了一个真业们 好吧 谢谢你对我的这番嘉奖 我很爱晓晴 我当然愿意为她付出我的一切 但是我今天选择这个新的行业 并不是盲目的市场出击 而是我确信 我即将转入了这个新的行业 她同样也能完成我的理想和抱负 并且她能帮助很多人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当然 你要 救出世界 这句话很多人会挂在嘴边 但是真正付出行动的人 少之又少 我还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的心得 我和晓晴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们越来越觉得 是格局决定的金钱 而不是金钱决定的格局 我明白 那我们再打个赌吧 看十年以后谁的资产更多 杰森 你没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是你不干吗 杰森 我已经选择在天空飞翔了 你还要在陆地上跟我赛跑 这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等我忙完 我们去吃个饭 如果你能说服你是对的 这顿饭我来请 你早就应该请我吃饭了 你要知道你来中国以后 一直在蹭我的饭 这 你的脑子坏了吗 上次明明是我来请你的 哪回 那个 我们去了那个 在哪儿 这个房馆 你好好想想 吃的什么 中国菜 我怎么不记得 起药床 张力护士你好 我的饭吃完了 我的药也吃完了 我现在身体觉得特别好 我出来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你想呼吸新鲜空气 就该去后花园啊 你往其他病区跑干什么呀 难道重病区的空气 比咱们康复觉得好吗 是是是这样的 那个 之前有一些老病友在那边 我想去看看他们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 让你走街传门的 回去 张力护士 有件事我来跟你说一下吧 你说我见过最漂亮 说话最好听的护士 我看你这是一天比一天好 这话一天比一天多 人也一天比一天不安分啊 我现在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我觉得全都是靠你们 白衣天使的细心照顾 等我出院了 我就给你们送景气 比如说之前帮助过我的 谢灵护士长 谢护士长收到的景气 一面墙都挂不下 不差你一个 挺好 那谢灵护士长现在调 调去哪儿了呀 怎么也不在我们那个病区了 我们护士组负责的病区 都有规定的 不过她最近有些调动 具体去哪儿了 我也不太清楚 行 那您去忙吧 打扰了 回去 快去你 打扰了 打扰了 用手机 讨厌 你怎么来了 不好做康复治疗 又捧着手机不撒手 还想出院 早晚又得找回众面区 那回去也行啊 回去咱俩就能天天见面 瞎说什么呢 我听说你调走了 我正拖人准备找你呢 找什么找 我就是被调到这个病区了 你 你调到这个病区啊 那咱俩太有远了 刚才你不是说 想找回众面区吗 我帮你啊 做个转病房的手续 其实 其实这也行 我觉得 就凑合住吧 也挺好 挺好 屁股捐起来 等等 又怎么了 报告胡说上 这是我术后的所有检查数据 数据显示均为正常 换句话说 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尤其是我的身体 我觉得特别好 就刚才啊 我在那儿坐了三百来个俯博车 我现在觉得胸肌快要炸裂了 你不信你摸一下 你快躺下 行 先办正事 其实啊 其实啊 我真觉得 你转到我这个兵区啊挺好 我特别负你管 你就比外头那些炸大糊糊小糊的枪太多倍了 那早上再过几天啊 人家出院了 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调走 你调我家去 我身体要不舒服了 咱俩在家里边炸裂 那种感觉 没准备好了 展哥 展哥 官委会的领导来了 让你赶快去会议室 咱们公司有眉目了 彻底有究了 开发区啊亲自出面担保 给咱们申请了风险基金 还来了好几家非常不错的企业代表 说让咱们自己啊看着哪家合适 就跟他们对接 帮咱们完成研发升级跟企业对接 是吗 那太好了 咱赶紧去吧 人员分组情况 明天上班以前必须确定下来 对实验室呢进行两班制 这样可以减少失误 而且可以互相参照 陈教授那边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那行那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 好再见 妈 自己算一算 自己算一算 回来以后打了多少个电话了 我以为你向我保证 按时下班能有用的 结果呢 回来以后接着上班了 妈您误会了 我这是下班以后 给他们交代一点 还没处理完的事情 这样我明天能顺利上班 早点回来嘛 再说了这打电话它不费劲的 不影响你手机是有辐射的 是有辐射的 你不能放在脑袋旁边 这影响可大了 小青啊年纪不小了 又是头一胎你可得小心了 再说了月份还小 胎还没坐稳呢 妈 其实您不用这么紧张呢 这不月份还小吗 我今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了啊 他说咱们这个宝宝啊 发育一切正常 还有您的照顾呀 这么好的照顾 你宝宝呢 他比一般的宝宝更大一点的 我跟你说 宝宝长得好 胎儿发育得好 就说明我的方法一切正确 那你就更得听我的了 从此以后这个手机 归我保管了 归我保管了 好 我的天啊 你悠着点吧 老婆 你再把肚子里 老婆给颠醒了 妈把我的手机拿走了 我现在联系不到 实验室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万一找我 该怎么办 你放心吧 我跟他们交代过 下班以后 不要打你们电话 你跟他们交代过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跟你妈和谐火了 让我跟外界断开一切联系啊 没有啊 他们可以联系我呀 我可以告诉你 好啊你 什么 干什么 把你电话给我用一下 不行 辐射太大了 你给不给 他们会告诉我的 我再告诉你 你还信不过我吗 宝宝 你爸对我不好 你干什么 你不 你别跟他说这些话 他现在有听力了 那这样我 我打 你听 行不行 行 我留着他们联系方式 是他吗 你你别碰 你是不是他 行 你别过来你 站站站站站站 你脑袋冲过来就行 通了 脑袋冲过来 喂 时间进行到哪一步啊现在 那就好 是吗 行 那晚一点 我再给你打过来啊 好嘞 好嘞 你还晚一点还要打 想得美 你平时多美言几句 别老被迪说 他们明白着呢 老公晚一点再打一个啊 再打一个 你最好了 乖了 宝宝 爸爸对我们还是合理的 好好 行行行 晓芹啊 多吃一点 晓芹 这个菜多吃点 爸 我做得着 晓芹 你做你做你做 我来我来 你吃点肉 对孩子有好处 我来吃 好 你们这争先恐后的 我都不太敢动筷子了我 吃醋了 爸 妈 你看他 我不用吃醋啊 我这家里的地位 早就不饱了 来来来 我给你夹你一会儿 给我喝 喝 喝 你今天那事谈得怎么样了呀 我觉得挺好就这家吧 厂子我去看过了 还挺规范的 这个 新药研发本来就是一个 系统工程 对不对 咱们还就得跟这些 专业成熟的企业对接 不说真的 没想到这国内的制药行业 这几年发展还挺快 是是是 刚才实验室的人 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刚才 昨天 昨天跟我说的 那大家想法一致 那挺好 好 是不是没拿走吗 难道又没 那公司怎么告诉她的呀 又买新手机了 没听进事啊 这是 妈 刚才那个楼下 是不是有人在叫 桂花糖育苗啊 是啊 我好馋呀 也不知道是不是 肚子里的宝宝想吃 那好 那好 我去买一碗 每天都是推着小车卖 挂着喇叭喊 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今天我给宝 给你去买一碗尝一尝 要是好吃 我下次多买一点 那好嘞 那我替宝宝 谢谢她奶奶了 谢谢什么 好好好 喂 喂 对 是我 那个 进行到哪一步了 纯度多少 那就好 毒性反应呢 行 那你们继续啊 好好 知道了 拜拜 好 小青 妈 桂花糖育苗来了 我跟你说 这味儿真不错 你闻一闻 桂花香味了 来 香不香啊 好香啊 是吧 你 你怎么还喝茶呀 对宝宝不好 那我不喝了 别干活了啊 给我躺着 不是 妈 这个不碍事 什么不碍事 你给我躺着 来 躺下 躺下 好好躺着 我给你去坐去啊 那谢谢妈了 谢什么呀 你能吃 宝宝就能长得又高又胖 宝宝第一 等着啊 来 撑死我了 这么大一碗你就吃一口 剩下全给我了 还让我快点吃 喂 老姑你小点声呀 一会儿爸妈听见了 会不高兴的 干吗 让吃不让说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辛苦了好吗 小点声啊 说 我不是肩膀头子不消化 我是这儿不消化 那我帮你揉肚子 来来来 我帮你揉一下肚子 就能帮助消化了啊 嘘 辛苦了 我不辛苦 我 我倒是心疼你 你说你在实验室一站就好几个小时 这会儿还行 你等月份大了怎么办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你得体谅我呀 是不是 你看政府给他这么大的支持力度 资金也到位了 合作对象也找好了 我可不得加快进度吗 对吧 赶紧把这个西药研制啊 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你就自个儿加快进度就完了 你干吗拉着孩子一块加快进度啊 你 你别等我孩子一出生 一张嘴就是一亩草C16的 你这这 那不是挺好的吗 那咱俩的孩子肯定是个天才 行行行行 老公你不能这样啊 你看你爸妈整天这么弄 搞得我都特别紧张 压力很大的 你要是再加入他们 那我得怎么办啊 再说了 我觉得这事 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的 你想想咱们国外那个同事啊 Glis 她一直到生产前 都一直待在实验室里面的 是不是 她上午还在实验室 下午就去医院 把这个孩子给生了 那孩子出生以后 不也健健康康的没事呢 你跟Glis比 人生笑皮话挺对的 没事举那铁片玩 胳膊比我了都粗 不是我说什么啊 你这万一有点闪失 人家老两口活不了啊 我妈就不说了 我爸 我这辈子没见到 对谁这么殷勤过 走 可是我这实验室的事 我也不能不盯啊 也没人替我盯是不是 虽然说我不是盯吧 这实验它不至于会停滞 但一定会延缓 找个人替代你一会儿 哪怕分担一点呢 我现在不是找不到人代替我吗 要这么说的话 倒是有一个人能代替 可就是请不来呀 你少给我来这套 谁呀 就是太上老君 我也想着给他请下班来 别闹了 你别做梦了啊 我要说出来能吓死你 真是 你要糊弄我吧 你这 这请不来那请不来的 你这样子真像一个孕妇 是 这要我怀了那倒省心了 你也省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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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我真没想到你会来中国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研究 而且很感兴趣 事实上你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启发 我想我会尝试一些新的研究方式 而且我还有个小小的私人行程 私人行程 那是什么 我想到处去看看 我对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 还有呢 我想观看奥运会的比赛 好 没问题 马良教授 好 奥运会在北京 北京是我的家乡 我到时候亲自陪你去 咱们现在先看一下实验室 还有实验团队 嗯 非常好啊 请 好的 走吧 马莱恩老师 你怎么突然来中国了呢 以前工作太忙 现在终于有机会来转一转 好 你慢点啊 别摔了啊 好 可死 别撒了别撒了 你看是弄一地的 差不多了 今天事理临到来 咱们得早点过去 我已经好了 随时可以走 好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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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臭小子 哎呀 在家要听爷爷奶奶话啊 你今天不许调皮 明天可以吗 什么话 还给我讨价还价 这不是遗传你吗 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调皮 因为过几天 爸爸妈妈要去喝酒 你们要去哪呀 去哪儿啊 很远呀 你长大就知道了 对 你长大点带你去啊 党的十八代表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 明确指示 着力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 提出全局谋划系统不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 看到一家以研发创新 为主要着力点的小型公司 发展为入选的国家级技术创新 事办企业的制药集团 更让我们欣慰的是 以传统中草药 一亩草为基础的Z16项 已经全面推进到最有效的精体形态 马上就要进入到临床的药物实验 这将为广大的病患 而重获健康生活 增加了更多的希望 人人都健康 才由我们党和政府为之努力的 人人都小康 简而言之 全民健康才有全民的小康 所以说啊 一个小小药片的研发 一支小小针剂的出现 它都是我们国家 从医药大国 迈向医药强国的坚实一步 也是我们十三亿 中国人的健康福祉 我期待着能有更多像赵小青 肖战这样的海外人才 欣然归来 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片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捉住梦想 让梦想的鲜花和果实 汇集我们的亿万同胞 像习近平同志所说 把中医药这一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 继承好 发展好 利用好 再建设健康中国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图写新的篇章 谢谢 下面我们有请韩副师长 和我们云武科技股份语言公司董事长 赵小青女士 共同启动揭拍仪式 我们在这儿 我们会在这儿 汇集成我们的 其实也会想到 我们的枪动 和链影的 但是对我来说 走到这个位置 大概花了我二十年的时间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 介绍中医药的时候 我就像一个孤独的梦游者 我说的话 就像是梦中的一语 没有人相信 但是现在 我可以大声地 自信地告诉大家 梦游者 已经成功地走到了 美梦成真的目的地 梦中的一语 其实是 追梦者出发前 立下的誓言 如果你们留意过 我书中写过的话 或许你们会记得 其中这样一句 逻辑思维 可以帮助你从A到B 但是你的想象力 可以帮助你到任何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我能找到Z16的原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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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在中国 针灸和中医药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我们国家的 医学精华 而且中医药已经在中国 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在我们中国 用中医药来治疗疾病 和调理身体 已经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但是里边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了这里 我希望能用学到的科学的方式方法 来找出这其中的奥秘 岁月悄无声 这些日子难得清闲 我都有点不自在了 这些日子难得清闲 我来飞去的介绍了Z16还有中医药 我时差都没倒过来呢 还闲 我觉得只要不在实验室里的日子 对我来说都挺清闲的 也就是你 这刚忙完Z16 又开始研发Z17 Z18的 你先看着你身边那些人 能不能跟上再说啊 晓晓 晓晓 你们可算回来了 刚回国晓晓就说要来看看你 你守了这么一片山清水秀地 好啊 你不能自己独享吧 喜滑呀 喜滑 不行你们就在这儿 多待几天呗 你看什么呢 找什么呢 没事 没事 那个 你这个又偷偷摸摸地 干什么不让你媳妇知道的事啊 这其实啊是这么回事 旁边不吃九糊吗 大螃蟹里边有 它好吃 谢霖一直拦着我 不让我吃 我身上也没钱都交工了 不是你们回来了吗 带我吃点 那可不行啊 嫂子说不能吃就不能吃 我身体早就好了 她这职业病啊 天天大牛小怪了 这不容吃那不能碰呢 这不容吃那不能碰 算是疗养吗 对吧 我看嫂子把你养得挺好的呀 天儿 带你去可以 我们吃你看着 行 行吧 没问题 我包给二伟吃 走走走走走 那边有个全调中心啊 那儿还有个啤酒屋去吗 干吗呀 自己家乡变得那么好奇啊 我真的快不认识了 你居然是我认识的 那个副家编吗 一年一个台阶啊 你们不知道 现在整个这一片啊 还有后边那一片 整个地方已经变成 特别有名的生态园了 这谢霖啊 每年必须得带我来住几天 现在在这住了时间长了 说实话我都不想往城边跑了 差不多行了啊 就是公司还需要你呢 公司是一回事 主要是大纳蟹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啊 我说 我说我们家大蟹林啊 给我布置了一万步 我今天还没走完了 你们陪我再走一走啊 行 慢慢走啊 好巧啊 我刚刚聊到了你 你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真的是心有灵心啊 是吗 我怎么听到大闸蟹了呢 晓晴吧 这是晓晴的家乡 发展得特别好啊 湖里面全都是大闸蟹 我们公司准备把战略野光 发展到农夫产业 弄点螃蟹 赚点钱什么的 你呼呼谁呢 就你那点花肠子 我早就看透了 吃农家菜是不是 还大闸蟹都点上了是吧 你呼呼谁呢 没忽悠你 我是说等你到了 我们再开洗 我给你们包 我不吃好吧 走 艾薇现在已经变成 学校的合伙人了 她觉得帮助领领一个小朋友 是不够了 她希望评认自己的力量 能够帮助更多 有艺术梦想的孩子 可以登上舞台 所以呢 她和刘侃过来 就是想看看这儿 有没有好苗子 他们可以带过去校 在这些孩子长大之前呢 所有的费用 都由我和艾薇来承担 对了 晓晴 我得和你请几点假啊 干什么 我不是捐助了一个 新房小学吗 他们希望我过去剪彩 我觉得这件事情 挺有意义的 我得去一下 这是好事啊 应该去 不是 你又捐了一个 我拦都拦不住 这钱哥手里 像汤手一样 而自从病好了之后啊 我这是真不把钱当回事了 我觉得能钱啊 能帮助到别人 别人开心 我也开心了 学问 我也觉得你病好了以后 整个人像变了是 对吧 好不好 好 好 预备 起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歌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的歌 我歌唱 我歌唱每一条河 我歌唱每一条河 那鸟吹煙 小小村落 路上已到这 安 爸 我又回来了 爸 你好吗 我很想你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真的像做梦一样 而且我算是想您吧 梦想这东西 看起来是属于个人的 可实际上要是完全为了自己 那迟早要破灭它 我美女西万小学 落成仪式现在开始 有请我们女准三台前探 梦的颜色是金色的 辉煌灿烂 暮善神秘 好像有无数神奇的事物 都隐藏在里面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我这么表演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 我希望灵灵可以实现 她自己的梦想 哪怕是很小很小的梦想 对我来说 你是我世界里的唯一 对你来说 我也是你世界上的唯一了 祝你生日快乐 后来就发现 过于美好的想象 总是不能持久的 梦的颜色不应该只是金色 而应该是五彩斑斓 圆梦的过程 也应该是酸甜苦辣 五味杂陈 我的梦想 横扫计算机领域 科技改变世界 我要做的就是那个 改变世界的人 我即将转入这个新的行业 它同样也能完成 我的理想和抱负 并且它能帮助很多人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陈兰 我 来 谢谢 本来 我还想劝你不要走积极 那后来一起啊 你要是能听劝 就不是小战了 失败了大不了冲突再来 但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能把中国的医药 筛选水平提高一个层次 况且 我也不是孤军奋者 喂 杰 谢谢 谢谢啊 同时启动两条研发线 双倍的资金投入 博一个技术飞跃 你这个疯子 你爱的不就是我这个疯子吗 你狂狂的 梦想就像一颗种子 要在肥沃的土壤中 才能生根发芽 所以我们这些人的梦想 注定是要回到这片土地上来的 你看 现在我们已经和那么多药企合作 我告诉你工作量可不亚于实验室 这是好现象呀 我们的药被老百姓接受 被他们需要 说明我们企业的价值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赵小青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给同学们讲课 同时我也很开心看到这么多同学 对我们中草药萃取功课 这么的感兴趣 我希望未来这里将会是一个 有态度 更有温度的医学学术交流平台 那么现在 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大家为什么要学医呢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希望从一亩草中 提取一些混合物或者单体 来针对心血管疾病 做出一定的研究 那么我发现 逻辑思维可以帮助你从A到B 但是你的想象力 可以帮助你到任何地方 就像一亩草 在别处 或许它只是一棵平凡不过的小草 四季循环 花开花现 它永远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一次次地轮回生命 但只有在这里 它所有的价值和能量 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 在这里 它不仅是一棵平凡的小草 它还是救人的草药 而现在 它即将又会变成朝气蓬勃的 原创新药 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生命魅力 而我们每个人 难道不都和它一样吗 这一半 以后 就请不吝点赞 在这一半 超过的